好 下我们看第二单元 非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制度 产权登记的话呢 咱们讲两个考点 第一个是产权登记的范围 然后第二个是产权登记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 这个产权登记的范围 大家需要搞清 这是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的范围 就为这处两个信号 首先看一下基本规定 就是哪些企业它需要办理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 像第一条是国有企业 国有独特公司 第二点是国有企业和国有独特公司 投资设立的企业 第三 设置国有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是其他占有国有资产的企业 包括但是不限于将占有国有资产的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和联益企业 谈到这四条 大家不用去随备 因为只要这个企业它占有国有资产 就需要办理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 然后第二个解释 到底谁附到办理产权登记呢 它是有这个国有股权持有单位 来申报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如何理解 具有例子看一下 假设呢 这个ABC这三个股东 它成立假有限责任公司 AB的话是自然人 然后C的话呢 这是一个国有企业 它出资4000万 占这个40%的股权 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假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它尽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但注意如果三个股东 都是自然人 三个兄弟买西过 因为这个公司它不持有国有资产 就不需要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但这块C的话呢 它是国有企业 它是以国有资产出资 它叫持有 这个国有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有谁呢 是由C 有C的话呢 来办理这个产权登记就可以 是由这个国有股权持有单位 来办理产权登记 这点要搞清楚 讲到这个问题 咱们住快2000年 我就考过一个单选题 当时你们还小 所以根据规定 下来选中应当办理 这个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的 有什么 选A 是国有独自公司 需要办理 然后选B 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集体企业 尽管是集体企业 它占有国有资产 就办理国有资产产权登记 选C 是国有企业投资设立的 有限的人公司 其中有股东 是国有企业 它占有了国有资产 然后选D 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它肯定是占有持有国有资产 所以这里选ABCD就可以 这个基本规定 基础版 听过一遍 就足够了 靠钱的话 就不用去死背了 关键看第二条 这个特殊规定 这是大家必须搞清楚 谈到这个条文 该怎么去理解 我们先看一下 说国家出的企业 然后国家出的企业 拥有实际控制权的 境内外各级企业 及其投资仓股的企业 均应到纳入产权登记的范围 但这块不包括国有资本仓股公司 那讲到这的话呢 大家需要盯住 这个国家出的企业包括什么 包括第一个是国有独的企业 然后第二个是国有独的公司 第三是国有资本控制公司 第四是国有资本参股公司 这是国家出的企业 包括四条 但是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该怎么去理解 我们先看一下 需要区分这个四种情况 首先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呢 它如果是独的企业 第二个是独的公司 第三个是控制公司 它自己的话需要办理产权登记吗 那这块肯定是需要办理这个产权登记 再按第二种情况 它如果B的话呢 是这个独的企业 独的公司或者控制公司 它这个子企业 它投资仓股的这个子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B的话也需要办理国有资产权登记 这个没问题 关键是C C的话呢 它是一个这个仓股公司 国有资本仓股公司 C本身 注意呢 这个国有资本只占10%的国权 这个仓股公司 C自己它需要办理产权登记吗 C自己照样需要办理 然后D的话呢 是仓股公司的这个子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 D需要办理吗 D的话是不需要办理 所以这四种情况 大家搞清楚 就国有资本仓股公司本身 它需要办理 但这个仓股公司 在投资仓股的企业 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需要办理这个产权登记 然后看一下第三个解释 它企业为交易目的 持有的下列股权 是不进行产权登记 这种情况 为了赚取差价 从二级市场上购入的 上市公司股权 这块不需要办理产权登记 然后第二种情况 为了近期内 只得是在一年之内出售 而持有的其他股权 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办理产权登记 这是这个特殊的规定 所以今年给你考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考小看第二个考点 是产权登记的内容 这还是国有资产权 产权登记的内容 这处是两个型号 第一个是变动产权登记 什么情况下 它需要办理变动产权登记 第一个是企业名称改变 然后第二个是企业组织形式 和几次发生变动的 然后第三 是企业国有资本额 发生增减变化的 前提是国有资本额 发生增减变动 它办理国有资产的变动产权登记 然后第四条 是企业国有资本出的人 发生变动的 它是需要办理国有资产的 变动产权登记 前提是国有资本补动 发生变动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 第二个层次是注销产权登记 什么叫注销呢 第一个是企业本身 它解散被依法撤销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但调整情况 是企业 它转让全部国有资产产权 或者改制之后 不再设置国有股权 什么意思呢 比如 ABC 这三个股东 成立甲 有限责任公司 AB的话呢 它是个人 然后C的话 是一个国有企业 当时 它是拿国有资产 投资4000万 占40%的股权 什么情况下 需要办理注销产权登记 第一种情况呢 是假公司本身没了 假公司没了 不管是被宣告破产 还是被撤销 在这种情况下 办理国有资产 注销产权登记 在第二种情况呢 是假公司本身没问题 它如果C C的话呢 将它全部股权 这个对外转让D D的话也是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表示呢 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它还占有国有资产吗 就不办 它就不占有国有资产 应该办理国有资产的 产权注销登记 然后假公司 需要办理工商 注销登记吗 因为假公司还在 谈不上办理工商 注销登记的问题 它办理的是国有资产 注销登记 所以考这个多选题 什么情况下 是变动产权登记 什么情况下 是注销产权登记 大家适当的注下 在第三 是产权登记的管理机关 然后讲的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区分什么 如果是非金融企业 找谁办理产权登记呢 是找各级国资委去办理 如果是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的话呢 是找对应的 这个财政部门 去办理登记 所以金融企业 跟非金融企业 它的区别 这点大家需要搞清楚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一题 是注销产 2001年考的题目 它说根据规定 这个非金融企业 它要办理产权登记机关 什么 既然是非金融企业 这找各级国资委 选币就可以 再看第二题 这根据规定 交流各项中 履行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职责什么 谁管金融企业呢 是各级财政部门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站在国务院的角度 这找财政部就可以 所以这是关于 这个金融企业 跟非金融企业 到底谁付的监管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第二单元 好 下来看第三单元 是非金融企业 这个国有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管理 我们讲三个考点 第一个是资产评估的范围 什么情况下 是必须评估 什么情况下 可以不进行评估 然后第二个考点 是核准制和备案制 然后第三的话 是资产评估机构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考点 资产评估的范围 所以这个考点 是三个型号 大家必须搞清楚 先看第一个层次 什么情况下 对相关资产是必须进行评估 不管是国家出的企业 或者其各级子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是必须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先看第一种情况 是整体或者部分 它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是股份公司 这是企业改制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以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拿设备 或者拿土地生权 对外投资 然后第三 合并分裂解散 破产 然后第四种情况 是非上市公司的 这个国有股东 它的股权比例 发生变动 再看第五条 是产权转让 第六条 是资产转让和置换 所以前面展示 产权转让 说将10%的产权 对外转让 第六条的话 是将一个设备转让 或者置换 然后第七条 是整体资产 或者部分资产 它租赁给 这个非国有单位 到底收多少租赁费 我将设备出赁给你 收多少租赁费 对相关设备 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然后第八条 以非货币资产 来偿还债务 它指的是呢 说A的话 是个国有企业 当时 像B的话 借钱借的是一千万 然后拿设备 来抵债 这个设备的话 到底值多少钱 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所以对这个设备 就必须进行评估 然后第九 是资产的话呢 是叫诉讼 这诉讼的话 打官司 那这个设备 到底值多少钱 然后第十条 收购 接受非国有单位 对对方那个破资产 必须进行评估 然后第十一条 是接受非国有单位 以这个非货币资产 出资 指的是呢 对方是非国有单位 拿一个破设备来出资 那这个设备值多少钱 是必须进行评估 防止国有企业这一块吃亏 然后第十二条 是接受非国有单位 以非货币资产 抵债 所以这块讲的是呢 A的话向B借钱 然后B的话 是一个国有单位 A的话是非国有单位 但是借钱 借的是一千万的货币 然后还钱的时候 A的话拿破设备来抵债 所以对A这个破设备 就必须进行评估 防止国有资产吃亏 这是什么情况 必须进行评估 好笑容看第二层次 什么情况下呢 它可以不进行评估 可以不进行评估 也可以评估 也可以不进行评估 现在第一种情况 是经各界人民政府 或者其国资委批准 对企业整体或者部分资产 实施无常化转 不管是经政府 还是国资委批准 对这个企业 它的资产 实施无常化转 再第二种情况 是国有独的企业 与其下属独的企业之间 或者其下属的独的企业之间 它的合并资产置换 或者是无常化转 什么意思呢 A的话 它是一个 这个独的企业 然后B的话呢 是它下属的独的企业 如果AB之间 它合并资产置换 或者无常化转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或者A的话呢 它是独的企业 然后这个B跟C的话呢 都是它下属的独的企业 它如果BC之间 合并 那这种情况下呢 都是皇子皇孙 都是国有资产 所以它不会引起 国有资产的流失 你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又可以不进行 资产评估 这是资产评估的问题 想到这个考点 咱们住快02年 贝殿之前 考过一个多选题 稍微看一下 根据规定 国有资产占有单位 发现在下属行为中 是必须进行 资产评估的 这是 按选A 以无形资产 对外投资 只要是拿非货币资产 对外投资 对这个非货币资产 是必须进行评估 然后选B 以部分资产改建为 有限的人公司 是必须进行评估 但选C 将部分资产租赁给 非国有单位使用 对这个资产 必须进行评估 然后选D 是接受非国有单位 以实物资产 来偿还债务 对对方这个实物资产 必须进行评估 在这个题的话 选ABCD 就可以 这是资产评估的问题 这块讲的是非金融企业 但后边讲金融企业 还会讲到 什么情况下 必须评估的问题 好 下来看第二处考点 是核准制和备案制 所以这处考点 是三个型号 大家必须搞清 第一个 讲核准制的时候 它有一个 时间自资产评估基准日期 八个月内 向国座提出 核准申请 核准制这一块 是八个月 但如果备案制呢 是收到 这个资产评估报告之后 自评估基准日期 九个月内 提出备案申请 所以这个八个月 跟九个月的时间 这个大家就想分清 核准制的话 是八个月 然后备案制的话呢 这一块是九个月 这两个数字 需要记住 然后第三 是其他规定 现在第一条 涉及到多个 国有股东的企业 发生资产评估事项 经线上一致 它可有国有股 最大股东 按照它的产权关系 来办理核准 或者办手续 所以这块 涉及到国有股 最大股东 并不是找最大股东 是找国有股 最大股东 按照它的产权关系 来办理核准 或者办手续 但如果国有股东 持无比例相同的 进行协商一致 也可以有其中一方 按照产权关系 来办理核准 或者办手续 这是找谁去 这个办理 然后讲到这的时候 如果考一个单选题 它可以这么出题 如果A的话呢 ABC 这三个股东 它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在深圳的话 这也成立假 有限责任公司 A的话是一个自然人 他持股 持股是60% 然后这个B的话呢 它是一个 这个北京市国资委 这个下属的企业 他持股是30% 然后C的话呢 是这个广州市 这个广州市国资委 他下属的一个国有企业 持股是10%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深圳的假公司 说有一个事项 需要办理资产评估 这个需要办理核准和备案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由谁办理核准或者备案手续呢 是按照国有股最大股东 是由北京的这个B公司 找北京市的国资委 来办理核准或者备案手续 是按照国有股最大股东 所以这点大家就需要搞清楚 但第二点 经核准或者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它使用有效期 只能评估基准日期 一年啊 有效期的话呢 是一年 但是前面讲核准制 和备案制的时候 讲过一个八个月跟九个月 有效期的话是一年 这三个数字来需要搞清 但第三 说企业进行预算上评估 相应的经济行为时 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 百分之九十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如果低于百分之九十 需要暂停交易 在获得相关机构 这个批准同意之后 方可继续进行 所以这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 后边咱们还会专门讲 所以大家必须记住 好笑看第三个靠点 是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的问题 这是去年教材 新增的三个型号 去年并没有出题 如果今年给你考一个小题目的时候 大家千万要注意 先问第一 资产评估机构 它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的话呢 它可以是合伙制 或者是公司制 讲合伙制 它可以是这个普通合伙企业 也可以是有限合伙企业 咱们前面讲过 这个合伙企业 它的类型 公司制呢 它可以是有限的人公司 也可以是股份 有限公司 但第二条 这个资产评估报告 应该由谁来签名盖章 应该由至少 至少两名 承办该项业务的 这个评估师 说当时 说三个评估师 都参与这个项目 那至少两名 需要在上面签名 并加盖资产评估机构的印章 然后资产评估机构 及评估师 对这出去的资产评估报告 依法承担责任 这是需要谁 这个签名盖章的问题 再按第三条 这个资产评估档案 它的保存期限 不能少于三十年 是大约等于三十年 这个数字的话 必须搞清 以后在这本教材里边 只有这个出 是三十年 所以这三十年的时间 大家必须记住 这是靠单选题 必须会 再按第四条 资产评估机构 违反法律规定 如果出去 虚假资产评估报告的 咱们去处理 咱们前面讲 第七章 讲虚假陈述的时候 咱们讲过 如果快捷事务所 它出去 虚假的审计报告 该咱们去处理 这块是资产评估机构 如果出去 虚假评估报告 是由这个 有关部门 要责令的停业 责令停业的话 是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 停业的话 是六个月到一年 有违法所得的 要没收违法所得 然后并处于违法所得 这个一倍到五倍的罚款 那么情节严重的 由工商部门 这个吊销 也指账 如果是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就是出去虚假资产评估报告 对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这处呢 如果考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适当的住一下 毕竟这是考试的重点 因为有些法律责任 在这本书里边 有多处讲法律责任 如果你嫌多 至少需要记住什么 记住 注册会计师 出去虚假审计报告 对应的法律责任 然后呢 出去虚假资产评估报告 对应的法律责任 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靠下来看一下 第四单元 是非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 这个产权交易的管理制度 它的交易管理 咱们讲四处靠点 第一个是产权转让 产权转让的话呢 指的是 将其中20%的产权转让 但第二个是企业增资 然后第三 是资产转让 是转让某一个设备 转让某一个特定的 一个具体的资产 然后第四是企业国有产权 这个无常划转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注意这个规定是去年教材新增的 这是16年 这个国务院国资委跟财政部联合公布了一个管理办法 注意这个管理办法 不包括什么 第一个是不包括金融类 国家出的企业 第二是不包括文化类 第三是不包括上市公司 除此之外 说别的企业 这个国有资产交易行为 都需要按照这个文件 去处理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考点 是企业产权转让 如果转让产权 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去处理 属于负责 这个审核 将审核的问题 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一遍 再说一下 就要盯住什么 说假的话呢 这是一个国有独自公司 如果将10%的产权 对外转让 这个不影响国家的控制权 那这种情况下 他转让10% 有这批准呢 是要同级国资委 有同级国资委批准 就可以 再往第二层次 他如果这个独自公司 他转让70%的这个产权 这是国家失去了控制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这批准 是由这个本级 由本级人民政府 来这个批准 这是谁负责批准的问题 这是转让产权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大家必须记住 然后第二条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第二条注意关键词是什么呢 如果是他这个子企业 产权转让 但这个子企业呢 他比较特殊 是对于主业 他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进行命脉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 然后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 这个子企业 那么这是重要的子企业 他的产权转让 是必须由国家出的企业 报同级国资委来批准 指的是由他娘 报他姥姥来批准 是由国家出的企业 报同级国资委来批准 这是子企业产权转让 该怎么处理 再按第三条 他说转让方 为多家国有股东 共同持股的企业 要其中持股比例最大的 这个国有股东 他负责履行相关的批准手续 如果各国有股东 持股比例相同的 要相关股东 习上之后 确定一家股东 负责履行相关批准手续 所以这一块呢 还是由持股比例最大的 这个国有股东 来复杂办理相关的批准 这个手续 但第四条 到产权转让 是一道职工安置事项 这个职工安置方案 必须由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职工大会 来审议通过 而不是备案 这块是审议通过 所以这个规定 来需要搞清楚 这是关于这个审批的问题 但第二点 是审计和评估 像第一条 产权转让事项 进行批准之后 有转让方 他委托会计数所 对转让标的企业 进行审计 是要委托方呢 他这个委托 是要转让方 他委托会计数所 就要进行审计 再第二条 这个产权转让价格 应当以这个核准 或者备案的 这个资产评估结果 为基础来确定 这是审计跟评估的问题 这处稍微注意一下 关键看一下呢 这个第三条 如何确定收乱方 这个这个块 考点比较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一条 他说产权转让原则上 应当通过产权市场 来公开进行 至于正常情况 他是通过 这个产权交易机构 来公开转让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假的话 这是国有毒的公司 他准备呢 将其中70%的产权 这个对外转让 首先 就要经过谁批准呢 他必须 报本级人民政府 来批准 然后转让的时候 说不能偷偷摸摸的 将这个产权 都卖给董事长的弟弟 这个不行 通过了产权交易机构 来公开进行 然后转让方 他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和工作进行安排 采取信息 预披露和正式披露 向集合的方式 通过产权交易机构网站 分阶段 对外披露 公开征集收藏方 公开征集收藏方 其中 这个正式信息披露时间 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 然后因为产权转让 导致标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发生转移的 像刚才讲到 将70%的产权转让 他必须 由他这个整个控制权 发生变化 那需要呢 这个本级政府 还批准 应该转让方 应当在转让行为 这个获批后 在十个工作日内 通过产权交易机构 进行信息 预披露 那么这个时间 也是不能少于20个工作日 但是呢 这个预披露 不少于20个工作日 它正式披露的话呢 还是不少于20个工作日 那么这个时间 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呢 这个有个信息披露的问题 再看一下第二条 这个产权转让 原则上 不得针对双方 设置资格条件 如果确实需要设置的 不得有明确指向性 或者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所设资格条件 现任内容 应当在信息披露之前 要报同级国资委来备案 然后国资委 在五个工作日内 未反馈意见的 这个事为统一 对这个需要搞清 这是预先设定 资格条件 必须在信息披露之前 报同级国资委备案 然后呢 这个国资委 在五个工作日内 未反馈意见 没有坑施 没坑施的话 是事为统一的 第三 和产权转让项目 首次正是 信息披露的转让底价 是不能低于 经核准或者备案的 转让标的 评估结果 例如 说评估结果的话呢 当时 说你转让70%的产权 说这个70%产权的话呢 经过评估 如果值一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首次披露 这个转让底价 是不能低于 这个一个亿 但是呢 信息披露 期满之后 如果没有征集到 一项双方 觉得是敲落之后 敲落之后呢 最后没人来买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可以延期 说再延长 延长20天 或者是降低 转让底价 或者变更 受上条件之后 重新进行 信息披露 如果是降低 转让底价 或者是变更 受上条件之后 重新披露信息的 这个披露时间 还是不能少于 20个工作日 什么意思呢 你不能说 说降低转让底价 就要三秒钟的时间 就你弟弟知道 然后呢 他赶紧三秒钟之内 他抢上了 这个不行 这个披露时间 不能少于20个工作日 然后这个新的转让底价 如果低于苹果结果 90%的时候 这么出来 因为当时 苹果结果是一个亿 那现在的话呢 你降低 转让底价 从一个亿降到8000万 低了90% 他必须 经转让行为批准单位 这个书面统一 当时 因为你转让的是 7%的产权 要经过谁批准呢 是本级政府来批准 因此 当低于90%的时候 当时谁批的呢 当时是本级政府 还是需要本级政府 书面统一 才可以 对这个90%的这个数字 来搞清楚 再看第四条 这个转让项目 是首次正式披露知情 如果超过12个月 这个未征集的 合格收藏方 怎么处理 超过12个月了 还没人买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需要重新履行 审计 资产评估 及信息披露的 相关程序 为什么需要重新审计呢 因为你过了12个月 他的资产万一升值了呢 需要重新进行审计 需要重新进行 这个资产评估 再看第五条 产权交易机构 负责一项收藏方的 登记工作 登记工作的话呢 是由交易机构 来负责 然后对一项收藏方 是否符合收藏条件 他提出意见 并反馈给转让方 如果产权交易机构 与转让方 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什么意思呢 还是假这个国有独的公司 将70%的 这个产权转让 所以你告诉我 需要经过谁批准呢 因为国家失去了 他失去了 这个控制权 是必须本级政府 来批准 正常情况 公开转让 并且转让 如果ABC 这三个买家 这个豆腔买 这叫一项收藏方 大家注意两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呢 谁负责登记呢 这登记的话 是找假公司去登记吗 他是找交易机构 去登记 因为这交易机构的话 负责这个登记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的话呢 是由这个交易机构 他提出意见 并反馈给这个假公司 但如果说 意见不一致 比如说C这个买家 他是不是符合 说上条件 假公司说不符合 但是交易机构说符合 而这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最终属于收漏算的 一个是由该转让 行为批准单位 当然属于批准的呢 是本级政府批准的 所以是由本级政府来决定 C的话是不是符合 收藏条件 再问第六条 产权转让信息 披露期满 产生符合条件的 一样双方的 例如 如果经过审核 ABC的话 都符合条件 最终的话呢 这个把产权给谁呢 是按照披露的 这个竞价方式 来组织竞价 竞价的话 可以采取这个拍卖 然后第二是招投标 第三是网络竞价 以及其他竞价方式 并且不得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也是三加 三加的话 这时候拍卖 招投标 或者网络竞价 就可以 但第七条 这个收藏方确定之后 这个转让方 与双方 也能签订 产权交易合同 然后交易双方 这个不得已 这个交易期间 这个企业 进行性损益等理由 对于达成的交易条件 和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什么意思呢 这个假这个 国有毒公司 最终的话呢 ABC都符合条件 如果通过呢 这个招投标 最终C的话呢 还中标了 C的话当时给的价格 是呢 这个1.2个1 他说他出价比较高 他出价最高 给他了 给他之后呢 说完签了合同 签合同之后呢 4亿的话提出 又在交易期间 说假这个国有毒公司 又出现亏损 说你亏损了 2000万 这会少给你2000万 行不行 这个不能 以这个理由 对于达成的交易价格 进行调整 这块不能进行调整 由你调整之后 当时A的话说 我出1.1个1 A的话最后 当时没中标 你说1.2个1 给你了 事后你们俩瞎捅过 又把价格降下来 这个不行 好再看第四 是结算交易价款 现在第一条 这个交易价款 应该以人民币计价 通过呢 这个产权交易机构 以货币进行结算 就可以 这因特殊情况 如果不能通过交易机构 结算 这个转让方 应当向交易机构 提供转让行为批准单位的 这个说明意见 说当时是 本届政府批准的 出具本届政府的说明意见 以及受让方 这个付款凭证 首先指的是呢 他娘同意了 而且呢 对方真的给钱了 这才可以 有正常情况呢 是通过交易机构 来这个 进行结算 关键看第二条 是关于这个付款期限 付款期限的问题 有正常情况是 依次向付清 自那个合同 生效值起 在五个工作日内 依次付清 如果金额较大 依次付清 确实有困难呢 他可以采取分期付款 如果分期付款 咱们去处理呢 首先 这个第一期付款 首期付款呢 不能对于总价款30% 并且在合同生效值起 在五个工作日内 支付 这是首期付款 然后这个 其余的款项呢 应该提供 这个合法担保 第一个要求 只提供合法担保 同时的话呢 是需要支付利息 那么这个利息 是让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 支付延期 付款前的利息 而且付款期限的话呢 是不能超过 一年 就这个问题 这是考你单选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 把清了 这是付款期限的问题 大家必须记住 这是呢 我们讲的 这个第一种情况 通过公开转让 该怎么去处理 我们再简单画一个图 看一下 比如 说假的话呢 这是国有毒的公司 准备将 70%的产权 他对外转让 第一个 首先需要盯住 那么这个事 需要经过 谁批准呢 因为他转让 国有产权 支持国家 失去了 这个控制权 因此这种情况 需要本级人民政府 来批准 第一个 需要经过 谁批准 如果转让 10%的产权 只要统计国资委 来负责审批 就可以 然后第二个 需要盯住 如果经过批准 批准之后呢 应当 获批后 在10个工作日内 有个预批录 这个预批录的时间 是不能少于 这个20个工作日 一个预批录 和正式批录的问题 让他获批 有个预批录的时间 然后呢 再看一下 经过获批之后 需要有一个审计 和资产评估的问题 然后经过资产评估 说70%的产权 说值一个亿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首次 首次的话呢 这个挂牌的价格 是不能少于 经过核准 或者备案的 这个资产评估结果 不能这个低于 资产评估结果 然后再看一下 如果呢 经过披露之后 ABC的话 三个买家 都做了登记 这是意向受伤方 做登记的 登记需要搞清 他找谁去登记呢 是找产权 交易机构 去登记 然后呢 谈到这个 是不是符合受伤条件 如果这个转让方 假公司 跟交易机构 如果出现争议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争议的话呢 这时候是由当时的批准单位 当时是本级政府批准 所以这是由本级政府来决定 说C的话 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 如果符合 那么三家都符合 那这种情况呢 按照披露的竞价方式来竞价 就可以 到底这个最终成交价格是多少 如果呢 是经过招投标 招投标的话 C的话 它中标了 中标之后呢 它这是1.2个亿 这个中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事后呢 不能与交易期间 然后假公司 出现净性损益等理由 对这个交易价格 进行调整 是不能进行调整 然后再看一下 C的话呢 这1.2个亿 它这个付款的期限 有正常情况 一字付清 如果分期的话 首期 首期的话 是不能对于30% 在5个工作日内 支付首期款项 总期限的话呢 不能超过一年 而且需要提供合法担保 并支付呢 延期利息 按照贷款利率 需要支付利息 这是支付期限 这是呢 比较成功的 但是问题是呢 什么情况不成功呢 不成功指的是 它挂牌之后 如果呢 这个没人来申报 那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降低 这个转型价格 如果降低的时候 就有90% 如果低 90%的时候 需要经过呢 这个批准单位 统一 它可以 这有个降低 90% 然后还有一个 如果期满 都过了12个月 超过12个月 如果没人来 登记 没人买 那这种情况下 只要超过12个月的话呢 需要这个重新 重新的话 走这个审计 自然评估 信息披露 等工作程序 就是转让产权 通过公开转让 这么处理 再看第二层次 什么情况下 可以采取非公开 信息方式 来转让 非公开 非公开的话呢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对这个主业 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我们进行命脉的 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企业的 这个重新组合 对受伤方 有特殊要求 总之的话呢 要这块 对买方 有特殊要求 并不是谁都可以买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因为它这个产权交易 它需要呢 在国有 以及国有 控制企业之间 来转让 也就是说对方 你只能是国有 或者国有 控制企业 在他们之间转让 你一般的自然人 不能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呢 经这个国作为批准 它可以采取 非公开 协议转让方式 协议转让就可以 什么意思呢 说假的话 这是国有独特公司 然后将20%的产权 它转让给 以通过非公开 这个协议方式 来转个以 就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 是同一个国家出的企业 及其各级控制企业 或者实际控制企业之间 因为实施内部重整组合 实行内部 这个重组整合 进行产权转让 那这种情况下 已经是内部 内部 这个重组整合 并不是谁都可以买 在这种情况下呢 经该国家出的企业 审议决策 它可以采取 这个非公开 协议转让方式 所以这两种情况 它可以是非公开 大家稍听一下就可以 这是呢 第一处考点 是企业产权转让 再看一下第二处考点 是企业增资 增资的话呢 大家把基本的方向搞清 说假的话 这是国有独特公司 当时 它注册资本是10个亿 那么现在的话呢 准备增资 增资40个亿 增资的话呢 到底增资给谁 谁来买这个增资呢 那么还是通过 这个产权交易机构 来公开的征集买方 经过公开征集 说ABC的话呢 都想买这个增资 在这种情况下 例如经过呢 最后说这个 由C的话来掏钱 买这个40个亿 但是问题是呢 如果C的话是一个自然人 他的话 占了40个亿 因为增资之后 这个注册资本 原来是10个亿 增资40个亿 增资之后的话 是50个亿 然后这时候 C的话占了40个亿 它占百分之80的国权 那这时候国家呢 就失去了 这个控股权 在这种情况下 由谁负责审批 审批的问题 先完第一条 因为这个一般的增资 还是由国资委 来负责审批 就可以 但如果因为增资 这是国家 不再拥有 所出的起 这个控制权的 失去了控制权 那这种情况下 必须是由国资委 报请 本级人民政府来批准 就这个问题 咱们祝会去年考单选题 就考在这一块 如果因为增资 这是国家失去了控制权 因此这种情况 是必须由本级政府来批准 跟那个前面讲转让的时候 思路是一致的 因为正常的转让 还是由国资委 由同级国资委来批准 但如果因为转让 制作国家 失去了控制权 就必须是把本级政府来批准 就可以 但第二条 第二条讲的是呢 这个子企业 他的这个增资行为 是就这个点 咱们前面讲产权转让 跟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他说国家出的企业 决定其子企业的增资行为 以后正常的情况 直接由他娘来决定就可以 但是呢 对于这个主业 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进行命脉的重要行业 和关键领域 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业务的子企业 他的增资行为 那这种情况下 是通过他娘 报同级国资委来批准 这个大家需要搞清楚 这是增资环节 但第三 叫增资企业 为多家国有股东 共同持股的企业 有其中 这个持股比例最大的 这个国有股东 负责履行 相关批准程序 如果各国有股东 持股比例相同的 有相关股东协商后 就等一家股东 负责履行相关程序 就可以 这句话 跟前面讲产权转让 规定完全是一致的 先让我们看一下 去年考的这个单选题 他说根据规定 如果因为增资 支持国家 不再拥有所出的企业 这个控制权的 这种情况下 由谁来批准 既然失去控制权 必须呢 是由这个本级人民政府 来批准 选币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个 是审计评估的问题 然后前面讲 如果是产权转让 需要有审计 有评估 如果是增资的话呢 所以正常情况 还是有增资企业 委托中介机构 开展审计 跟资产评估 这是正常情况下 重新找人 就要审计 重新评估 但是下列情形 说以下情形呢 他说可以 他说可以根据评估报告 或者是最近一期 审计报告 来确定企业资本 及股权比 什么意思呢 说特殊情况下 他不用重新去审计了 这根据呢 这个最近一期的 审计报告 来确定就可以 根据最近一期的 审计报告 不用重新审计 我们看一下了 这是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这个增资企业 原股东 是同比例增资 不用加外人 他就同比例增资 第二种情况 旅行 出的职责的机构 国资委 国资委的话呢 对国家出的企业增资 第三 是国有控股 或者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对其独资之企业 进行增资 然后第四种情况 这个增资企业和投资方 均为这个国有独资 或者是国有权资企业 这四种情况 他的共同特征什么呢 大家注意 他没加入外人 或者外人的话呢 也都是这个国有企业 因此他不会引起 国有资产的流失 都不是外人 都是黄子黄孙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他可以不用 再重新去审计 按照最近一期审计报告 来确定就可以 因此这四种情况 本身考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但第三 是确定投资方 像第一条 说企业增资 通过产权交集的网站 对外披露 这个信息公开 来征集这个投资方 是公开征集投资方 那么这个时间 不少于四十个工作日 看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特殊的 什么意思呢 要前面讲产权转让的时候 那个时间 是不少于二十个工作日 但这块是不少于四十个工作日 这个时间需要记住 再第二点 和产权交易机构 接受增资企业的委托 提供项目推介服务 负责一项投资方的登记工作 登记的话呢 还是异项的买家 是找交易机构去登记 然后他协助企业 开展投资方资格审查 看资格审查的时候 是双方共同进行资格审查 只有这个交易机构 协助这个企业 开展资格审查 然后通过资格审查的 一项投资方 数量较多时 例如说有100个 他都办了登记了 这个数量较多 他可以通过竞价 竞争性谈判 综合评议等方式 进行多轮次的 这个临选 产权交易机构 负责统一接收 一项投资方的 投标和报价文件 协助企业开展投资方 临选有关工作 也就是说 这个意向买方 这个招投标文件 跟报价文件 都是呢 注意向谁报送的 都向交易机构来报送 由交易机构 统一接收 这些投标文件 大家稍微听一下就可以 再第三 这个企业董事会 或者是股东会 以这个资产评价结果 为基础 然后结合呢 这个意向买方的条件 跟报价等因素 来选定这个投资方 再看第四条 这个投资方 以这个非货币资产 出资的时候 你这个增资40亿 逃货币的话 好说 如果是非货币 拿设备来出资 那么应当 经增资企业 董事会 或者股东会呢 来审议统一 并委托 就要向用资质的 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 确定投资方的出的金额 就是你的破设备 到底值不值40个亿 再看第五条 增资协议 签订不用生效之后 产权交易机构 应当出具呢 交易凭证 通过交易机构网站 对外公告结果 公告期 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这是前面讲的 正常情况 是公开的 公开征集买方 再看第二层次 什么情况下 可以非公开 协议方式 来这个增资 是非公开 非公开的话呢 讲到这个点的时候 大家需要盯住 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呢 说什么情况下 经同级国资委批准 他可以采取 非公开 协议方式 等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经过同级国资委批准 然后第二个层次呢 是经国家出的企业 来审议决策 采取非公开的方式 注意呢 前面讲 同级国资委 这是两条 然后什么情况下 经国家出的企业 内部决策 是三条 二加三 等于五 这五种情况 根据放一块 当考多选题的时候 需要盯住什么呢 有什么情况下 只有统计国资委 统议 然后什么情况下呢 是由 那个国家出的企业 他自己内部决策就可以 先按第一种情况 先按第一种情况 应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需要 有特定的国有 即国有控制企业 或者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来采取增资 这是特定的 因为这个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的需要 有特定的买方 来套这个钱 再按第二种情况 应国家出的企业 与特定投的方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或者利益共同体需要 由该投的方 参与国家出的企业 或者去资且增资的 这是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这个买家 买家的话 只能是特定的 就不能采取公开方式 经批准 他可以非公开 信息方式 但第二层次 说什么情况下 经国家出的企业 审计决策 他可以采取非公开方式 第一种情况呢 是国家出的企业 直接 或者指定其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 来参与这个增资 第二种情况 是企业债权 转股权 第三 是企业原股东 来增资 那这种情况下呢 这是经过国家出的企业 审计决策就可以 但是这个多选题呢 出的可能性 比较小 让大家适当的注定 这是关于企业增资的问题 再看第三个考虑 是企业资产转让 他讲的是呢 当转转让特定资产的时候 例如转让设备 厂房 再进工程 或转让资产权 那么这个转让 他有公告期 公告期的话呢 如果是一百万 到一千万之间的 这个公告期 是不少于十个工作日 如果高于一千万的时候 不少于二十个工作日 这点如果考 考单选题的时候 大家稍微住一下 这转让特定资产 该怎么去处理 再看第四个考点 是企业 这个国有产权 无偿化转 这个无偿化转的问题 这处是两个信号 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个问题 是无偿化转 需要经过谁来审批 审批的话 这个点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他如果 假设北京市国资委 A跟B的话呢 都是北京市国资委 下属的企业 他们实施 无偿化转 那这种情况 有共同的破破 在这种情况 由北京市国资委 来这个批准 就可以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A的话呢 是北京市国资委 下属的企业 然后这个B的话呢 是天津市国资委 下属的企业 那么他们两个实施 这无偿化转 分别有各自的破破 是各会各家 找各自的破破 去批准 就可以 第三种情况呢 这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 A的话呢 他是河北省 河北省 郭资委 这个下属的企业 然后这个B的话呢 是这个唐山市 唐山市 郭资委 下属的企业 因为呢 是河北省 唐山市 他如果A跟B的话 他们两个实施国资化转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尽管有婆婆 但是一个是大婆婆 一个是小婆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还是这个分别批准 这分别由唐山市国资委 和合北省国资委 来分别批准 就可以 这是审批的问题 基础班 稍微听过一遍 靠钱的话 不用去自备了 咱第二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 不能实施 国资化转 所以这块考多选题的时候 稍微注一下 有这个题目 咱们注快06年 12年前考过一次 什么情况 不能实施国资化转 像第一种情况 是被化转企业 它的主业 不符合化入坊主业 就发展规划了 你这是卖冰棍的 它那是卖煤炭的 也不是实施国资化转的话 冰棍跟煤炭呢 搅一块 的确是比较乱 然后第二种情况 中介机构 对被化转企业 化转基准日的财务报告 它出去的审计报告 叫黑三类 第一种是否定意见 然后第二是无法表示意见 第三是保留意见 黑三类 这种情况下 不能实施国资化转 然后第三种情况 无常化转 涉及的职工分流 安置事项 它未经被化转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的 职工那一块 没弄干净 不能实施 不能化转 然后第四 是被化转企业 它或有负债 未得到妥善 解决方案的 然后第五种情况 是化出方债务 它未有妥善 处置方案的 指的是债务这一块 没处理干净 这种情况下 不能实施 不让化转 我们看下06年这个题目 根据规定 下来选中 说企业国有产权 不能实施 不让化转的情形 有什么 我选A 被化转企业 它的货有负债 未有妥善 就要发 不能实施 不让化转 然后选B 被化转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 未通过 不让化转 所涉及的的职工 分流安置事项 这一块没有经过通过 所以说不能实施 不让化转 选C 被化转企业主业 不符合化住坊主业 即发展规划的 不能实施 不让化转 然后选D 中介机构 它出去审计报告 出去的是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样的三种类型 都不能实施 不让化转 所以这个题的话 选ABCD就可以 这是关于 这个产权交易的问题 我讲到这儿了 这一讲 咱们就先讲